從前想復活一個人留作紀念 通常都從黏土開始捏起 歡迎來到刺微幫頻道 現在你有更先進的方法可以進行 這是最新的Riverpoint Range 3D 掃描儀 這次專注在更大物體的掃描 我們繼續看下去 包裝裡有固定黏土 定位點貼紙 黑色背景布 跟注意事項說明 這是兩種連接到電腦或行動電源的數據線 也貼心的附上Type-C 轉接頭 可以相容不同的電腦使用 如果是用手機當介面掃描 需要這台外接行動電源 這兼容供電與手柄握持真的很方便 上下都有四分之一螺絲可擴充腳架 連接電腦使用時 可以使用這款內建快拆頭的腳架 可以伸縮延長功能外 底部打開也有支撐三腳架的功能 方便手持掃描與固定掃描的需求 手機掃描時可以透過這款手機夾來固定手機 一樣設有快拆頭設計 拆裝很方便 接下來就是掃描儀主體啦 正前方有三個鏡頭與一個雷射定位器 背面則是按鈕與數據線連接口 連接電腦時搭配腳架安裝 可以依照需求來手持或放在桌面上固定 拆裝都是快拆設計速度快 連接手機時需要手機夾與行動電源手柄來搭配 就可以更方便的無線掃描啦 主機採用雙目與結構光的3D定位技術 讓3D掃描定位更精準與快速 這次雙目鏡頭拉得更寬了 所以可以掃描更大範圍的面積 這對大型物體掃描就更方便了 相對於上一代PUB2機種 它的精度也很足夠一般實用了 規格差異可以在螢幕上可以參考 簡單來說 小物件就採用PUB2 大物件就採用Range這台囉 對了,畢竟考量到大物件也要掃描的方便性 這次把電動轉盤也加大了 這台電動轉盤最高可以承受200公斤的重量 整個人站上去完全都沒有問題耶 感覺這個轉盤放1比1大型公仔應該很炫 你看相較於PUB2的轉盤 就可以知道這兩代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要更直觀一點 把兩台都放一起試試 你看是不是大多了 且這一代大型轉盤多了遙控器 可以控制正反轉與轉速控制 對掃描需求來說更方便了 接著我們來實測看看 首先是透過連接電腦來掃描的畫面 市面上很少可以兼容Mac電腦的掃描儀 所以這台對蘋果電腦用戶真的大推 左上角是立體掃描的監看畫面 可以判斷曝光是否合適 左下角是彩色鏡頭監看畫面 可以一併把色彩都整合到3D圖裡面 右邊有一條距離顯示器 來確認掃描儀與人物的距離是否最佳 呈現綠色就是最好的掃描距離 這是透過手機來掃描的畫面 顯示畫面更簡潔了 但重要的三個指標都還是存在的 因為手機跟掃描儀是一起拿在手上 所以能更直觀地透過手機畫面來移動 更適合動態手持掃描來使用 掃描完成後更可直接在手機進行後置處理 或者也可以透過Wi-Fi傳到電腦後置也行 非常的方便 對於3D領域不熟的朋友也可以輕鬆地完成喔 家裡有小孩的朋友 這很適合小孩子的成長歷程記錄 每一年都掃描一次 因為Runch少出來的3D尺寸都是真實尺寸 所以可以每一年都等比例縮小把它列印出來 就可以很直觀地看到小孩的身形與身高的改變 是一個非常無價的紀錄 也可以把自己與朋友掃描後 等比例印出來放在微縮模型裡 這樣也非常有趣對吧? 如果是樂高迷 也可以等比例列印出來後 把樂高頭直接換成自己的頭 彷彿自己也進入了樂高世界裡 除了人物也可以掃描大型玩具公仔 有3D基礎的更可以掃描七機車部件 來設計獨一無二的車殼或腳踏墊 讓原本要價幾十上百萬的掃描設備 現在也可以評價到我們可以消費的程度 輕動的話可以在底下描述區有更仔細的介紹網頁 以及有機會用更優惠的價格來購買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請訂閱刺蝟幫頻道 並分享與按讚喔 這會給我們恒大的鼓勵繼續分享與創作 我們下次見 Bye - 還超小 - 欸欸沒有拍完 - 呵